根据总统医生凯文·奥康纳的一封信 周六7月30日上午 拜登总统的新冠检测再次呈阳性 这可能是新冠阳性的反弹 医生指出 这是在一小部分接受Kaxler-V治疗的患者中 会观察到的情况 来工表示 拜登没有再次出现症状 并持续感觉良好 因此不会恢复治疗 奥康纳说 总统在周二晚上 周三上午 周四上午和周五上午的检测呈阴性 周六上午的检测呈阳性 然而 鉴于他的抗原检测呈阳性 他将重新启动严格的隔离程序 医生指出 在连续的抗原检测呈阴性之后 之前 拜登于周三停止了隔离 并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 庆祝他的回归 拜登的医生说 总统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但他将在白宫进行隔离 白宫周六表示 拜登取消了周日返回特拉华州 加州和前往密歇根州的计划 他原计划将于下周二在密歇根州 宣传最近通过的 旨在促进美国半导体生产的法案 拜登在推特上写道 各位 今天我的新冠检测再次呈阳性 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少数人身上 我没有症状 但为了周围人的安全 我要隔离一下 我还在工作 很快就能上路了 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写道 拜登没有症状 感觉很好 并在关底隔离的情况下工作 以保护他人 我们下回来 词 我只能不能上路了 我们下路了 Beni 他是 这种 他人 没有 你 回来 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